成功的概念只是想我的幻象吗? 我们该如何评估真正的成功呢? 这个世界会告诉你 所谓成功就是成就你原来打算做的事 这个世界告诉你 成功就是获胜 同时,赢得世人认同和繁荣富足 是成功的主要成分 以上所提到的或是其中的一部分 都只是成功的副产品 不能算是成功 传统的成功概念指的是你所做知识的结果 有人说成功是综合了心情工作和运气 决心和才能或是天时地利结合的成果 以上这些或许是成功的关键 但不是成功的精益 这个世界没告诉你的事 因为它不知道 你不可能成为成功的 你只能是成功的 如果这个疯狂的世界告诉你 成功并非成功的当下时刻 而是另指它误实 可别听信它的了 那么成功的当下时刻又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你的所作所为 即使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都要有一种品质感 品质意味着关切和关注 它们都是伴随觉知而来的 品质需要你的临在 比如说你是个商人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之后 终于排除万难 退出一套热卖又大赚的产品或服务 这样算成功吗 以传统的观点来说 是的 但事实上 你花了两年时间 以负面的能量污染你的身体和地球 让自己和周遭的人都同受其害 同时也影响了许多素未平生的人 这些行为背后的无意识假设是 成功是个未来的事件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手段的充分理由 但是 结果和手段是一致的 如果手段不能替人类的幸福快乐 做出贡献 那么结果也不会 这个结果 其实和导致结果的行为 是无法分开的 已经被这些行为所污染了 同时会创造更多的不快乐 这是一个有业力的行为 在无意识中永远存在的不快乐 如你所知 次要或是外在目的存在于时间的项度之中 而主要目的是与当下密不可分的 因此需要让时间消失 若要将两者协调一致 就必须了解到 整个人生的旅途 最终都是由当下这一步所组成的 始终就是只有这一步 所以应该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注其上 这并不是说 这并不是说你勿须知道你的方向 而是说当下这一步才是首要的 而终点是次要的 到达终点以后所遇到的事情 取决于当下每一步的品质 换一种方式来说就是 未来为你所准备的东西 取决于你当下的意识状态 当你的作为中 充满了本体的无时间性的品质 那就是成功 如果本体不能留进你的作为之中 如果你无法连载 你会在所做的事情当中 在思想当中 在你对外在发生知识的反应当中 迷失你自己 你所谓的迷失你自己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真实身份的本质 就是意识 当意识完全认同于思考 以至于忘记自身本质的时候 意识就在思想迷失了自己 当意识与心理 情绪的组成因子 如欲求和恐惧 小我的主要驱动力 认同的时候 他就在这些成因中迷失了自己 当意识与人们对于事件 所产生的行动和反应认同的时候 他也会迷失自己 那时候 每个思想 每个欲望或恐惧 每个行动或反应 就会与一个错误的自我感融合 而错误的自我感 无法感受本体的单纯喜悦 所以 会寻求欢愉 有时甚至 会寻求痛苦 以取代本体的喜悦 这就是遗忘了本体之后的生活状态 在那种遗忘自身本质的状态下 每个成功都不过是过远错觉 不论成就了什么 很快的 你就会再度失去快乐 或是新的问题和困境 又会完全地吸引你的注意力 我该如何了解内在目的的为出发点 而找到我在外层 层次中所应该做的事情呢 外在目的因而有极大的差异 而且不会永远持续 外在目的受制于时间 然后会被别的目的取代 而且 认真的投入内在目的 就是觉醒之后 外在生活环境 因而随之改变的程度 也是各有不同 对某些人来说 他们会突然地 或是逐渐地与过去的事物分离 例如工作 生活环境 人际关系等 每件事都会发生深远的改变 有些改变可能是他们自己主导的 不是经由痛苦的决策过程 而是经由突然地领悟或认知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 可以这么说 这个决定来的时候 是已然生成的了 它来自于觉知 不是思考 有一天早上醒来 你就是知道 该怎么做了 有些人会自然而然地 决定离开一个病态的工作环境 或是生活情境 所以 在找出外在层面中 什么是适合你的 什么是行得通的 什么是与觉醒意识相容的之前 或许你应该 先找出哪些是不合适的 哪些已经行不通了 还有哪些 已经与你的内在目的 无法相容了 一些外在的其他改变 也可能突如其来地 发生在你的身上 某个巧遇 可能成为你的生活 带来的新的奇迹和发展 某个由来已久的障碍 或是冲突瓦解了 你的朋友 可能陪伴着你 一起走过这样的内在转化 或是逐渐远离你的生活 有些人际关系烟消云散 有些则更加深厚 你也许会被公司解聘 或是成为工作地点 正面转变的原动力 你的爱人也许会离开你 或是你们会提升到 一个新的亲密层次 有些改变 表面上看似负面 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 其实你则 内在生命正在腾出一些空间 让好的新的事物出现 也许你会经过一段不安全感 和不确定的时期 你会自问 我该怎么办 既然小我已经不再操控你的生活 你对外在安全感的心理需求 也会减低 因为那种安全感 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 你能够与不确定性共处 甚至乐在其中 当你可以和不确定性安然共处时 无限的可能性就在生命中展开了 它意味着 恐惧已不再是决定你该做什么事的重要因素 它也不会再阻碍你采取行动 以寻求改变 罗马哲学家塔西托的观察十分正确 他说 寻求安逸的欲望 阻碍了每颗伟大而高贵的尽其勋 如果你无法接受不确定性 它就会转化成恐惧 如果你能完全接受 它会转变成更多的活力 警觉心和创造力 很多年前 由于内在强烈的驱策 我放弃了世俗认为有前途的学术生涯 一脚踏入了完全不确定的生活 数年之后 我又从这种不确定的生活中 摇身一变成为心灵导师 又过了一段时间 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那股驱策力再度来临 促使我放弃了英国的家 搬到北美的西岸 虽然当时我完全不知道理由 我还是顺从了那股驱策力 在我进入不确定生活中之后 当下的力量 这本书问世了 大部分的内容 是在加州和英属哥伦比亚完成的 而我在这两个地方 都没有自己的家 我几乎没有任何收入 只靠积蓄为生 很快就坐吃山空了 但事实上 每件事都完美地各就其位 我在著作快完成的时候 花光了所有的钱 我买了一张乐透彩券 中了一千美元 又让我维持了一个月 然而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 外在环境的剧烈变化 在极端的另一头 有些人停在原地不动 继续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 对这些人来说 只有做事的方式改变 而不是所做的事情改变 这不是因为恐惧 或是惰性而造成的 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 让意识进入这个世界的 完美载体 不需要别的了 这些人同样也为 新世界的萌生 做出了贡献 每个人 不都该是这样的吗 如果成就内在目的 就是与当下时刻合一 那怎么会有人觉得 必须从目前的工作 或是生活的情境中离开呢 与当下如是合一 并不表示永远不再改变 或是无法采取行动 而是采取行动的动机 是源于一个更深的层次 不是源自于小我的贪求或恐惧 当下时刻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内在与当下时刻一致 会开启你的意识 并且让意识与整体一致 而整体 也就是生命的完整性 就会经由你而展现 你所谓的整体是什么呢 一方面 整体包括了所有存在的事物 它就是这个世界或宇宙 但是所有存在的事物 从微生物到人类 乃至银河系 并不是全然分离的事物或实体 而是一个互联的多项度网络的一部分 有两个原因 让我们看不见这个一体性 而且是所有事物为分离的 其一就是感知 我们的感知 把实相缩小为我们的感官 所能接受到的事物 也就是我们看得到 听得到 闻得到 尝得到 和触摸得到的事物 但是 当我们只是去感知 而不去诠释 或贴上心理标签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在其中 感知中 加上思想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 在这种万物 都看似分离的感知之下 感受到 更深一层的联系的 另一个造成分离幻象的 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强迫性思考 当我们困在不停歇的强迫性思考 叙流之中时 宇宙就因我们而崩解了 而我们也丧失了得以感受 万事万物相连的能力 思想把现实切合成 无生命的碎片 而正是这种 对现实的分裂观点 导致了极端无知 和毁灭性 行为的发生 然而 对于整体来说 还有一个层次 比万事万物 都是互联的这个层次更深 在那个更深的层次中 所有的事物都是合一的 它就是源头 未显化的 制宜生命 这个永恒的制性 显化出 在时间中 逐渐展开的宇宙 所谓的整体 也由存在和本体 也就是显化的 和未显化的 这个世界和神 所组成的 因此 当你和整体一致之后 就成为整体 与其目的 互相连接当中 有意识的一部分 也就是 意识进入世界的显现 结果 很多及时的帮助 会自动出现 机缘巧遇 各种巧合 以及 许多同步性的实践 接踵而至 卡尔荣果 称同步性实践 为无因果关联的 法则 意思就是 发生在我们生活 实相表层的 种种同步性 实践之间 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有一种智性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 表象之下运作 同步性实践 就是这个智性的 外在显化 也是我们心智 无法理解的 一个更深层的联系 但是我们可以 有意识地 参与那个智性的展现 那个智性 就是 绽放中的意识 大自然 因此 无意识地 无意识地 与整体合一的 人类最终的 目的和命运 就是 借由生活 在与整体有意识的 合一之中 与宇宙智性 有意识地协调一致 将新的向度 带进这个世界 整体能够利用 人类的心智 来创造事物 或是促成 与其目的一致的情况吗 是的 只要有灵感 原意是在灵性之中 以及热忱 原意是在神之中 就会得到 以凡人的微薄之力 无法获知的创造力